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姐妹利哥呀 今天利哥给大家介绍一部 日本女子与其心爱的男人经历生死离别的电影 花销道中 日本江户时期,有意有女招物 只要发热身上就会开出樱花般的花朵 因此被誉为会开花的女子 许多人慕名而来 事实上那是她幼年之时 被母亲虐待留下的印痕 母亲逝世后 流露街头的招物被花魁雾里 收留做了一名游女 天保八年 一位游女为何男人私奔 火烧了招物所在的集园 游女们纷纷搬到集园外的居住区 这是她们作为游女后 第一次真正看见外面的世界 一天,招物随姐妹巴金上街买东西时 被人撞倒在地丢了一只木鸡 还和巴金走散 正当招物倍感无助之时 一个叫半次郎的布料工人 将招物抱去附近的小屋后 还替她找来丢失的木鸡 并帮她处理伤口 半次郎的细心与温柔 让招物非常感动 回到医馆以后 一向对男人不动心的招物 总是忍不住想起半次郎 等回过神 她才发现自己的发簪丢了 隔天 招物跑去找发簪 又恰好遇见半次郎 发簪已经快了 善良的半次郎提出为招物修好发簪 并约好三天后 在小屋前相见 再次遇到半次郎 招物非常开心 但这两天有件事 让招物非常糟心 说好为巴金属身的男人 背叛承诺 无情地抛弃了巴金 巴金的遭遇 招物看在眼里 她不断提醒自己 不要轻信男人 可三天时间未到 招物就忍不住前往小屋 却意外看见半次郎挽着一个女人 目睹这一幕的招物 只觉得心冷 她决定收起自己的心 回到医馆后 招物拒绝接见客人 精明的老宝猜出招物的心事 警告了她一番 有天晚上 坐服中批发的老板吉田屋 点名要见招物 招物本没有心情见客 可是 想到屋里是被她赎走的 为了知道屋里的近况 招物还是决定前去接客 招物进屋后 看见半次郎也在 在两人对视的瞬间 招物的心再难平静 可她此时 只能坐在吉田屋的旁边 强装镇定 吉田屋从两人的眼神中 看出端倪 故意当着所有人的面 扒开招物的衣服 来自强行将她压在身下 让招物难堪 眼间招物这般受辱 半次郎眼里竟是心疼和愤怒 她紧欲上前 却被招物门的姐妹给阻止了 当招物醒来时 已是约定的时间的第三天凌晨 她得知自己被吉田屋折磨到昏厥 而半次郎在宴会上 拒绝了吉田屋安排的其他游女后 赶忙跑去小屋 果真看见半次郎坐等在那 在半次郎将修好的霸簪 还给招物后 两人互说爱意 再也不遮遮掩掩 招物告诉半次郎 自己一直梦想着 能够成为一名花魁 在花校道中游行 因为她而是见过物理游行的样子 真的很美 可惜招物开心没几天 便从吉田屋口中 听闻半次郎要与吉田屋的亲戚结婚 招物心寒了 也就麻木地应允了吉田屋为自己赎胜 在赎胜礼上 招物看到了半次郎 半次郎在无人时 抱住了招物 可招物只当她是虚情假意 努力想挣脱 这时 半次郎才告诉招物一切 她是物理的亲弟弟 物理在吉田屋 为她赎胜不到半年后 便逝世了 半次郎答应结婚 只是为了调查姐姐的死亡真相 误会解除 两个人和好如初 席间半次郎假装出对妓女的不满 骗得了吉田屋 说出物理的死亡真相 原来 吉田屋为物理赎胜 是为了将她赎回家里 去接待自己的贵宾 物理遭受这般折磨后 变得了老病 被吉田屋遗弃街头 落魄致死 一旁的招物听见这番话后 走了出来 请求吉田屋放过自己 但吉田屋不干 还得意的挥着手里 招物的卖身器 表示招物也逃不掉 半次郎怒火中烧 一跃而起 杀了吉田屋 招物吓得赶紧让半次郎逃走 很快 半次郎变成了通缉犯 招物也不知道 半次郎逃到什么地方 只好在当时相见的小屋等他 终于等到了半次郎的消息 半次郎约招物晚上见面 半次郎一直记挂着招物的梦想 晚上见面之时 他亲手为招物 换上了自己制作的漂亮和服 让招物体验了 作为花魁走在花啸道中的风光 然而 半次郎的现身 引来了官府 他被抓住处死 而招物在得知半次郎的死讯后 以死亡结束了游女生涯 君当如磐石 妾当作蒲尾 蒲尾任如丝 磐石无转移 有些爱情 世俗无法阻碍 道德无法阻碍 权力无法阻碍 甚至连死亡都无法阻碍 这样的爱情 有着超越生死的力量 残花一现 终究好过含苞而死 好了 本期推荐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丽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